大家好 今天我們狗兜特地來到台灣 超級名幸 可以找到Perry Moon Hello 有時間跟我們坐下來一起聊聊天 可能會說很多他以前做選手的事情 都會說一些很少在平時會跟我們公開說的話 希望大家會繼續看下去 我們先說一下其實以前應該會真的想決定去做選手 因為做選手你有一個普通人做選手 其實中間會有些心理關口要過 不是說我一個普通人我突然間我要做選手 就能做到選手 那是怎樣去有這個決定呢 這個我要換回國語 對不起 其實就像你剛剛說的很對 因為很多人可能以為我一開始就是走選手路線 但是其實沒有我也是就是在國外 然後上班然後工作 然後只是因為可能以前比較常接觸滑雪 因為住在國外遊學的地方 但是中間我也沒有特別的去訓練還是什麼 就是很愛玩 like everyone else 就是一個愛好者 那後來其實是因為有一次的機會 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有辦法就是報名代表的那個時候的 中國台北就是台灣的團隊 然後去參加了一個就是 Asia Cup 然後參加了那個Asia Cup以後 他們跟我說我有Enough Points 去參加那個時候叫做 冬季大學生運動會 對 那我也沒有多想 他說那我的Point Go 可以去參加那就去試試看 那就因為這樣子所以才開始 其實沒有沒有太多多想 那那個時候是幾歲 那個時候第一次參加 正式參加比賽應該是25 24、25歲 然後那個時候也不年輕了 也不年輕了 對 那個時候然後那個時候是就是大學要畢業 然後在中國實習 然後這樣的關係 但是後來其實我也就比那一次而已 就是那個大東會結束了以後 我就回到Chirley去工作 那我又再工作了兩年 然後又再決定把工作辭掉 才真的正式training當選手 那個時候我已經27歲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回去工作兩年以後 你突然間又覺得你要把回去要做選手了 中毒了 中毒了 那個時候我去有機會在中國當選手 我就感覺到就是 哇 原來 雖然我是一路這樣玩過來的 可是 maybe 我有一個機會 也不錯耶 就是 maybe I have a chance 就是 代表我的家鄉 我的空 country 然後去 繼續去比賽這樣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 那個時候還算年輕 所以 有些時候也是有一點衝動 但是我就做了一點 research 就說 好 如果我開始 represent Taiwan 然後去參加一些比賽 我有沒有可能 拿到 enough points to go to Olympics 因為 亞洲很多的運動 他都會很注重在Olympics上面 對啊 可能其實在滑雪 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比賽 可能是X Games 或者什麼Dew Tour 可是 對一般的民眾來說 可能最重要的還是Olympics 因為電視能看到 然後報道會會直接說 對對就是Olympics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每一天 坐在辦公室裡面 我就想說 有沒有這個可能 對我真的 我真正想了兩個月 對然後 我後來就 make a decision 就說好 我也跟我那時候的boss 他就說 我想要在我30歲以前 再去衝一次 對然後 看看有沒有可能 去實現這一個 應該是很多滑雪的人的夢想 對基本上是很多運動員的一個夢想 一個夢想 對啊 但是其實有一點衝動 那時候有一點衝動 因為 剛開始我有做一些research 去訓練啊 什麼的啊 都是很 很 optimistic 就是很樂觀的去想這件事情 但是真的 到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的難處 是當初 猜都猜不到 或者是想都想不到 啊 屁如了 屁如了 就是你說 training 以前我們都是玩出來的嘛 對啊 所以你要 隨時再再去training的時候 你是找 誰幫你去training 第一個是誰 啊 完了以後我才知道 原來也不是說 你要去training 他就收你 對啊 因為他也要看你的level 跟他的team 對啊 也沒有在同一邊 對啊 所以我很晚才開始了 然後所有的team 的member 我那時候要去美國 我記得我去美國 卡羅羅多要訓練 我去申請的team 他們都跟我說 太老了 他說 如果你要來我這裡training 你可能要跟 都是11歲到14歲 10歲到15歲 這樣子的 在一起 或者是 女生的team 因為我給他看我的影片 我現在可以做我的tricks 那他就說 你的這個年紀 如果在美國training 已經是elite 就是最高階 照理來說要是最高階 可是你的level又沒有到 所以如果你要來training 我先跟你講 你只能在小孩或女生的team 還有一點我比較想知道 就是 你自己 你會檢視自己的水平到哪裡 譬如說 喔 我能做得到 還是沒有做得到 我要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 你那個時候 你是怎麼去看這些事情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其實 你要走選手路線 跟你玩家路線是完全不同的 對啊 我以前在chiller 比如說 我其實很幸運 就是我以前很敢 真的很敢 所以我會去試一些動作 比較高難度的 都跳過bass 比如說我 我先 I swear 我先會 backside5 才會 backside3 然後比如說 我先會了 flip540 才會flat540 我都跳過 但是那個時候 我就 我在跟他們講說 我會什麼trick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會這個 我有做過900 我會540 然後 可是會 我有做過是一件事情 我做10次 裡面有幾次可以landing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 對 在一個training的athlete來說 後面這個 就是你的landing的次數 對 比你會做的tricks的難度 重要很多 對 可是那個時候 我其實 沒有太care這件事情 我只想說 我要去olympic 我要去workup 我一定要用高階的技巧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可以做900啊 540啊 然後 然後switch也可以啊 怎麼樣的 但是有 我都有做過 可是我可能在Chile的時候 跳10次 才有一個landing 哇 我去Colorado以後 才發現那個是reality check 就是這些小孩 就是說他會說 他會做540 是每一次 大小跳台 他都要做得出來 這才叫做540 對啊 我剛去的時候 說實話喔 連straight air 要跳那個breckenridge 最大的那一條line 我straight air都跳不了 那那個最大是多大呢 20幾 我到了那一年 剛好是Due Tour 的final 在那邊比完賽 12月就比 Due Tour的其中一個站 12月就比了 完了以後 他就把Due Tour的跳台 留下來 Due Tour的跳台可能那麼高 他把它切掉一點下來 可是 還是一樣的長度 90ft 大概23公尺 在Chile最大的跳台 才13-14公尺 所以 比我跳過最大的跳台 還要大10m 那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個跳台本身 對 這個本來就是比賽的一個長度 而且他的 他的還不是一般比賽 真的就是world class 最高階的比賽的比賽 然後我剛到Colorado的時候 我很興奮 我就說 哇,我好不容易來訓練 然後 然後 I'm gonna do all the stuff no 那是應該看到那個 你怎麼上去了 看到那個跳台 我的訓練就說 好,去訓練 然後 我就說 我不知道 對 所以 我的訓練也很傻眼 因為我跟他說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訓練 願意接我 這是 我跟另外兩個 澳洲的小孩 真的 然後 那兩個小孩比我強太多了 其實 所以說 我就從 0 我從直跳 練了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呢 他就幫我一步一步的從 他先幫我調diet 先讓我調了一個禮拜的diet 然後再漸漸的一個 開始跳跳跳 從 從可能8m 10m 12m 終於可以開始跳那個 18m 20m 然後23m 就開始直跳 可是也很快 就是 好,開始直跳了 習慣了以後 我開始要做動作 嗯 那個時候真的就太急 然後我很快就做了 很幸運的好 360可以了 540可以了 我就想要翻了 結果就在第三個禮拜我就受傷了 就因為翻 然後 以前小跳台翻可能 用 要用力 結果換到那麼大的跳台 用力就變成 不是Double Core 就one and a half 再多一點 然後就受傷了 對 我去training的第三個禮拜 花了很多錢 然後 從Chiller 飛到Colorado 第三個禮拜就是 嗯 然後呢 你覺得整個training 對你的幫助 有多大 那個時候在Colorado的training 美式的training 比較是就是 他會看你的level在哪裡 他會看你的riding在哪裡 然後他會大概知道你對板子的熟悉度 所以那個教練如果experience的話 他會大概知道什麼樣的tricks 你可以做 嗯 可是因為時間太短了 我還沒有真的就是去一個一個 修我的technical的事情 嗯 真的修technicality 就是技巧的部分 是我後來接觸到日本 就是跟Sato-san 嗯 的時候才有修到 但是前期在 在美國真的是比較focus在就是 你敢跳多大的跳 對 那個就差很多 哦 但是 你這邊 但是這個也是很幸運啦 就我覺得就是 這個也不是一般人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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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盡力這些東西 就譬如說我們 我們是 很想是有一些比較正統的一些訓練 Train like a pro 嗯 但是你 現實裡面你很難講到這個時候 還有一點就是 就像 like you said Train like a pro 我當時想到的時候我也就覺得 哇一定是超好玩啊 整天 整天就 跟我的 pro friends 啊 你知道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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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滑雪是一個很好玩的運動 但是當你要變成Athlete的時候 哦 這層面是很痛苦 選手還是選手 你還是要經過那個 就是 hard working discipline的時候 還有一個 你這邊提到的一個問題 最艱難的時候 嗯 我認為 就是你受傷的時候 嗯 因為你知道 血跡是有 limit的 血跡很短 你一受傷 那個時候還比較年輕 可能受傷一個月 一個半月 兩個月就回來了 嗯 可是那一個半月 你除了 lose掉你的muscle 你的training 嗯 physical training 你的雪 雪地的training 就不會進步 你甚至會退步 然後你看到所有跟你一起training的人 都在進步 那個最難的是那個心理的壓力 對啊 我就想說 看多錢 OK 住在那邊 Colorado住在那裡都很貴了 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sponsorship 嗯 我自己存的錢啊 什麼每一天住在那邊recover 做PT 好像是浪費掉掉 它浪費掉了 你的時間浪費掉了 你又沒有進步還退步 嗯 最難的是那個時候的心理壓力 嗯 我呢 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在 醫生叫我休息五個禮拜 到六個禮拜 因為我那時候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淤血 嗯 我三個禮拜就忍不住了 嗯 我可以動了 我又回來了 結果又受傷了 哦 然後那一次就真的 那一年 我本來預計在美國training三個月 因為那 三個禮拜的受傷 後來又 又在三個禮拜以後 我又滑又受傷 嗯 然後基本上後面的兩個月 一個多月 就全部 報消了 嗯 後來我也 真的我就是一出去training 馬上遇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 又受傷 又因為受傷 在美國看病 這一點跟大家講 去美國以前買最高最高 最貴的 最好的保險 保險 在美國真的不能受傷 我已經買很好的保險 我在美國受傷 還是真的就是 把所有training fee 都基本上花掉了 然後沒辦法 就又回去缺累工作 嗯 存錢嘛 對啊 又回去缺累工作 所以我覺得受傷 總總講起來受傷 真的是一個很艱難的 所以那個肯定是很不容易 因為 基本上是沒錢 呵呵呵 最主要是沒錢 對啊 你沒錢的話 你受傷了 錢花掉了 你要回去工作 但是你還要去回去再堅持 做這個事情 那是最難最難的 我覺得 對 我覺得第一步 第一步 有時候因為 大家都會 尤其愛玩的人 愛滑雪的人 都會衝動 第一步出去 很好走 當你受到這些困難的時候 受到這些挫折的時候 回來 對啦 你要問自己 要不要繼續 第二次 那個才是 我覺得那個才是 對我來說 那個才是 那個時候真的很大的 struggle 跟很大的勇氣 對啊 對啊 我說我以前都跟人家講說 要勇敢追夢 對啊 Dare to dream 對啊 我覺得最難的是勇敢 再 追夢 Dare to dream again 對 真的真的 就包括說 你受傷 譬如說 你 你跳他 你受傷 然後你 你恢復了回來 你要再面對他的那個錯 是一樣 不管是多大多難的trick 我們都會因為練習的時候 都受傷 然後 最難最難的 真的就是 當你要回來做 讓你受傷的那個trick 那個心理壓力是 不管你是玩一個小的box 或者是跳一個20m的chump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那個壓力 因為你知道你做了這件事 而受傷 可是 如果 你不回來挑戰 你不做你就肯定不會跳過啊 這一招 你可能這輩子就 很難再去conquer 對啊 所以以前我也是這樣 就是 受傷以後我回來 我就會 讓我自己warned out以後 就去做 讓我受傷的那個trick 以前啦 以前 現在 現在真的要 要多想 多想 就是要多 make sure 你為什麼 你知道你為什麼會受傷 make sure 你就是 就是有necessary的那個step 就再回去試一次 對 人家 都會說一句話 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不把你殺死了 讓你更強壯 我覺得那是bush 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我就這樣說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a pussy makes you scared makes you scared 對啊 但是你要怎麼樣讓你自己 就是挑戰那個scare 對 要有方法挑戰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那個時候你是比的是Big Air嗎 對 嗯 算是Big Air對不對 其實一開始是slope style 啊 因為以前的 Olympics沒有Big Air 對啊 Big Air是 那個 2018年 2018年在平常 在韓國的奧運才有Big Air 我那時候要比的是 Sochi Olympics 是2014 嗯 哦 所以 Loop style 然後後來呢 後來你覺得 Loop style跟Big Air的分別 對 嗯 其實為什麼 slope style跟Big Air 是分兩次才進奧運呢 因為本來 奧運 他們認為 奧委會他們認為 太像 因為slope style裡面也有Big Air 對 但為什麼Big Air要再另外用出來 但其實 如果你了解 他的比賽的方式 他的那個 算分的方式 你會發現他還是不同的 嗯 slope style呢 你可以用 從頭到尾都用 一樣的招式 因為slope style很困難 你有 Rail Line 有Jump 然後再Rail 可能再Jump 所以他很困難 所以通常選手都會有 一個兩個 Qualification Run 或一個兩個 Binal Run 對 他一整年就這樣 可是 Big Air不可以 因為Big Air 你不可以Repeat Tricks 嗯 他為了不讓人家變成 你有聽過這個字叫 One Head Wonder 嗯 就是 台語叫 就是跟你拼了 對 拼出來 讚了 就很幸運 然後你就會拿到很高的分數 Big Air 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 為了這個 FIS也好 SX Games 也好 為了讓那個比賽更有挑戰性 更有難度 好 好 規定了 好 你挑戰這一招 如果 沒有成功 下一次你再做同樣一個動作 就算成功了 你的分數 不會拿到最高 會這樣下來 所以他不希望你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他現在是兩關嗎 對 他 Big Air就是 他有很多種不同的 比賽的方式 然後Qualification的方式 也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 現在的Big Air比賽 就是你不可以Repeat 你的Repeat只能兩次 你有兩次機會 第三次你還做同一個招式 那就算你站了 你前面兩次沒站 你第三次站了 你的分數還是達不到 他應該有的那個分數 對 所以說你要一直switch你的tricks 所以 Big Air你不能只有 比如說你只有一個Double Core 1080 你只有一個Triple Core No 你也必須要有switch 要有back 要有frong 要有everything 要有flat 要有core 對 所以其實 其實Big Air也不輸給 Slope Style的難度 只是Slope Style因為有rails 甚至有side hit 所以它的diversity 你需要比較多 我認為Slope Style的rails 要比較 整體性要比較強 整體性要比較強 整體性比較強一點 現在甚至Slope Style 對啊 對啊 封掉了 以前那個27on 27off 就已經超級高 現在都要450on 450on 已經過了 現在又要core 然後要core 450on core off 那好了 那個最常問的 一定會問的 你最喜歡的Tracks 嗯 有兩個其實 因為是以前跟現在 以前呢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是一個Front Side 3 外轉 中國方外轉 Front Side 3的Nose Grab 比較少人做這個 因為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Nose Grab會擋住你的視線 有點危險 但是我就是 就是在我習慣的跳台 我都會用那個Nose Grab 然後我覺得很酷 因為我很喜歡的一個Rider 會做那個動作 Travis Rice 這是他的一個 其中一個Signature Move 而且他在 但是他在Powder裡面做 我也有辦法 對 那現在就是一個 大家如果看我的影片 會常常看到這個動作 永遠都是那個動作 就是 Under Flick Fan 就是一個Hokong Fan加180 算是個敗波 那個Trip其實 看起來就是 大家都覺得 翻好看 那其實超簡單 又安全 因為如果練熟的話 從頭到尾可以看得到Landing 對 比Front Street還安全 對 那是那個出了好看嗎 就是 就是 Model Model 就是日本人說就是 模特兒的招 只是看起來很帥而已 喔 Model Model 有這樣踏山跳泳這些的 這招 我改天我們來做一個教學 專門教大家這個 真的很簡單 而且很小的 很小的跳台就可以做 OK 然後你很想做 還沒有做得到的確實 喔 太多了 但是 有點太多 其實說一個你很想的 好 我選手年代 我有專門為了一招練習 然後就是 喔 頭軟嘛 這樣 很難很難 就是我練了兩個多禮拜 就只練那一招 就是沒練成 Double Corte Backside Double Corte 10-8 喔 我在Saitama 住了兩個禮拜 就每天練 每天練下雨 練那個也練 一次都沒站過 就真的連腳都沒 每次都是屁股屁股屁股 喔 那個我還沒抓到那個 那個訣竅 但是有沒有 就是 了解到是什麼原因 其實 最後有開始 那 那個 這個就是難的地方 這也是我的錯誤 就是 我那時候為了比賽 所以我想要練高階的動作 可是那個動作 其實你要回去把你的180 的take off 還有360 跟540的take off 練到perfection 才有辦法 練這個動作 那我那時候跳太快 我那時候 因為我已經會Corte 7 我以為就是Core 7 然後再弄一下 可是 它的起跳方式 其實不是Core 7 應該是Core 5的方式 對 它是一個Core 5加Cat 5 可是我的Cat 5還沒有練好 我的Core 5OK 但是我的Cat 5沒有練好 而且我的 Back 5的那個take off沒有很好 所以我就急著去練這個動作 所以造成我每一次Landing 都是在TailTail 我在雪地上做過 然後直接板子斷掉 因為全部都落在Tail上面 我試了三次 第三次板子斷掉 我就是不感覺什麼 OK啊 然後我們要多等台 可以練到練 沒有 我真的也是一個 真的真的 去練了以後才發現 我跟我 都不是一個支持很好的選手 真的有看到那種很厲害的 就是很Talented的選手 Natural的 那個真的就是 Samsung他講幾次 他弄幾次 他幫他修兩次 就十次之類就做出來了 我說 我看到這種 我就覺得我在那邊混 哈哈哈哈 去吃 去吃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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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但是真的就是 會是需要 尤其這種高難度的Trips 你要把它拆開來 好幾個步驟 真的急不了的 而且會 不能不要犯那種錯誤就是 太急然後受傷沒有錯 OK 那有沒有一個 你做成功 當時你覺得 最有成功感的一個選手 也是一個 那時候練了很久很久的 對 因為一樣我覺得 所有的事情都一樣 Sport也是 花學也是 就是當你很努力去嘗試一個東西 一步一步走上來 然後你終於做到了 那個感覺是 對啊 就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覺 對啊 就是為了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才做下去 對啊 我就是那個時候 為什麼練那個 Underflip 5 練到就是閉眼睛都改 那就為了要做一個Double Chord 900 然後 可是 一個Single Chord 跟一個Double Chord 其實 危險度差很多 而且要的跳台很大 所以我在 我在那個 Obsay Quest 練了一個月 就為了練這個Double Chord 然後 可是我中間喔 我在Obsay練好了以後 真的拿去雪地上面 中間大概隔了一年 嗯 那等我真的 我在美國的 High Cascade 那個Summer Camp 那 我去那邊 我去那一年的夏天 我就說 我今年的目標就是那個Trip 一定要Land 可是因為我每一個Session的工作 都當教練 所以都沒有機會 我在最後一個Session的 最後一天的下午 就是那個Camp要結束的三個小時之內 我說 我如果現在不做 我可能不會做 我就 拜託了我的一個學生 幫我拿著相機 找了一個地方叫他做 然後我舞蹈裡面 就是Worn Run 第一個直跳 540 540 然後就來了 第三下就來了 然後第一次沒站 第二次站 第三次也站 第四次過頭了 就這樣 Over That's it 就在雪上了 做過三次 一次站得不好 一次站得好 我就很satisfied 我就覺得 哇 我這個 就是 那一個多月 那一年來的努力 就在那個moment 對 但是因為真的說實話 就是現在因為沒有比賽 所以 我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真的在雪上 做那個動作的壓力很大 做完我就會覺得 OK OK 風範 這個風範 但是也希望啦 希望有機會 把它練得更熟以後 希望 以後也許有機會再去比賽 還是去filming的時候 我可以做 對 所以你現在還是 有想到有一天再去做比賽 其實有耶 我像我 我甚至我去年 我前年都還有回智力 去Chiller比賽 去比南美肥 但是其實只是希望我 因為我現在也有教練的身份 然後我有在training一些人 所以我希望把我自己的level 還是維持在一定的程度 而且我對 我希望對國際比賽 現在的狀況更了解 嗯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更了解 當然是親自去參加比賽 會最了解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大家的tricks 在什麼樣的level 那我前年 去年真的沒比 我去年本來報了日本那個Cow Days 嗯 可是後來出差 出差 可是那個也是太厲害 那個參加比賽是什麼 Yuki Kadono啊 然後那些 Aoto啊 這些人去參加 我今年有一個新的目標 我有報名的那個FWQ Free Ride War Qualified 就是玩Free Ride的比賽 我覺得很棒 因為你比賽其實不是為了證明說說 哇我現在很厲害什麼的 只是為了就是感受一下那個 比賽的氣氛是一件事情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比賽也要讓你 去了解到你的Limit 你的程度在哪邊 然後訓練你的抗大性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去比 尤其在日本比賽一定是 可能名字是掛在後面 但我覺得你願意去參加 只要是安全的狀況下 你願意去參加 是一個很好的experience 所以不用擔心說說你去什麼 比賽然後你覺得level不夠什麼的 其實尤其我們在國外 他們都聽到我們是台灣啊 香港來的啊 日本人都瘋掉說哇 熱帶的地方也有派選手耶 對啊對啊 我以前去參加一些Local的小比賽 他們都很喜歡就是看到 就是我們都沒有選的地方 就算我們可能一出來做的動作 都是跟人家差很多了 他們絕對不會像我們還是怎麼樣 因為對我們來說就是這些比賽 對我們可以吸收這些比賽的信息很小 基本上我們連哪裡有什麼樣的比賽 我們也不知道是 然後哪一個比賽會可以賺到分 然後那些我們也不懂 所以這個是很難 對其實會需要去做一些research 我當年就是當選手的時候 也是需要這樣做一些research 那這就是你想要走的路線 那比賽也有分商業啊好玩的比賽 也有分像你剛剛講要拿積分 要去參加 因為你要去參加什麼 National Cup 才去參加Continental Cup 才能去參加World Cup 才能去參加World Championship 才有可能去什麼 Olympic Qualifier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的興趣只是在於 我想要感受一下比賽氣氛 然後看一下我自己level在哪裡 不一定需要去走那些拿積分的路線 去參加一些Local的比賽 有很多的其實 對上網可以查一下還是有 我們要不要去比一下 比一下 比Ground trick啊 Rail Jam啊什麼的 其實很多 對 你在滑雪上面還有什麼目標 滑雪上面就是在自己的滑行上面嗎 不一定 你可以說你的大的picture OK 其實聽起來有點cliche 就是很多滑雪人都會這樣說 就說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太好玩了 所以我希望帶給更多人知道 但是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可能很多在看這個interview的人 或者是正在這個industry裡面的人 都會這樣覺得 就是我的最大目標就是我希望 滑雪這一件給了我這麼多的好處啊 給了我這麼多的life experience 這麼棒的一個運動 一個lifestyle 把它帶給更多的人 and how I don't know I mean有很多方式嘛 我當教練是一個 我拍影片是一個 我們出來做這樣的interview 這也是一個方式 就是各種方式去讓更多的人 願意去認識 願意來嘗試 那滑雪學校是一件 那做品牌 做一些器材 我覺得用起來會讓你更喜歡的 或者是做一些accessory啊 然後拍教學影片啊 做這個 這個線上的滑雪秀 all of that 對 我有點 我有點貪心 所以我覺得 也 其實我們滑雪的人就明白你 就會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因為 有些時候你到一些 有一些經驗 譬如說你有一天 去了哪一國家的一個學生 其實你覺得很棒 那個體驗 但是那個時候可能只有你自己 對 你是沒辦法去分享那個moment 給其他的人 但是你很想 很想 很想 是很想 我們滑雪的人就明白說 為什麼要想要 讓其他人去 了解這個事情什麼來的 對 搶一個example就好 這個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 我自己去練習 或者是我晚上在 Niseko Niseki 然後我找到了一個 很棒的Powder Round 聽著我自己的音樂 滑出來在裡面 很爽 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但是有什麼更爽的 就是你跟 一群朋友 一起去衝那一段 對 就是你已經覺得自己滑 聽那個音樂什麼的 已經很爽了 但是你拍影片也 也 拍一天出來看影片 也不會看到 就不會感受到 對 一直衝的時候 才會 才會有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要怎麼樣去 最 最有效率 最大程度的 去repeat的 讓更多人知道 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 我覺得我們所有人 愛滑雪 然後更喜歡 spread滑雪的人的挑戰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滑雪學校啊 影牌啊 滑雪板啊 做影片啊 所以我現在也是 希望花更多時間 做影片 因為我覺得 我們很幸運 我們活在這一個就是 social media 網路的media 很方便的一個 一個時代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更多人看到 嗯 然後 剛剛有提到滑雪的學校 不是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 你的學校了 先說一下 你學校是什麼名字 我學校叫 野雪淑 叫 對然後很好笑的是 日文叫 no yuki jiku 然後 no yuki 聽起來像是沒有雪 哈哈哈哈 所以代表什麼 有雪可以滑 沒有雪可以滑 OK OK 然後成立了多久 成立了 今年算是第三年 第四季 嗯 我們三年前 大概就這個時候 創立的 然後 這個時候是十月 快要十月才 十月的時候 然後 但是 那一年的冬天 這一個冬天 等於要第四個冬天 嗯 然後你現在 嗯 學校 有哪個地方有一個提供服務的一個 我們有兩個主要的base 在 Hakuba 白馬 還有北海道的Niseko 二世谷 或新雪谷 現在翻成新雪谷 新雪谷 然後 兩個base主要 然後還有北海道有另外在 手道 在那個 薩波羅附近 的一個小滑雪場 然後 跟旁邊另外一個滑雪場 叫 指教 中文叫什麼 關門 雲籤是最新的 這個是前幾天才開心的 然後在 薩波 planned 我們也有做 迷苦 這個 所以大概有 reminds aumentar 他 然後 你做選手 跟辦 學校 不同的地方 難度都不同 太好的問題 哈哈 來,來 各位同學 有兩天的時間嗎 講給你聽 哈哈哈 做一點沒的 沒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我其實做完選手 選手結束了沒有進奧運嘛 很難過 我就回來台灣 吃吃喝喝變胖了啦 沒人喝酒 我那時候真的 我那個奧運沒進 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做了什麼 我跑去那個Temple 就我小時候在Temple讀書 我去Temple當Ego 所以去反省一下人生 人生到底要怎麼走 但是anyway 就是那個時候我比較想說 我很幸運的做了這麼多 就是滑雪有關的 因為選手的關係 我對教學比較認識了 我以前我當選手前 就先當了指導人 就是Ego 可是那時候只是為了 想要繼續滑雪當Ego 不太知道為什麼想當Ego 那反而是當了選手以後 我發現因為我被教 我被人家很厲害的Coach教 我發現那個感覺 當你被好的Coach帶到的時候 會對你的這整個experience 好太多了 它是一個就是成好幾十倍的一個更正面的experience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痛苦啊 那麼多的pain 那就是一個比較更開心的experience 也安全 所以我在想說我要怎麼樣讓我那個感覺 那時候感覺去帶給更多人 所以我一開始回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滑雪的旅行社工作兩間 工作了一段 然後我就觀察 就說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就發現有好多不同的地方 像我們在國外當教練啊 國外都會這樣 就是要叫你盡量不要碰人 對不對 就是怕 在國外都怕罵巣 啊 sexual harassment 但是在亞洲很不一樣 就是我很注重這個service 對不對 跟你講說 我可以扶你起來嗎 幫你拉起來 帶你起來啊 讓你節省這個體力啊 然後還有就比如說一些service的detail 我覺得亞洲做得非常棒 就像 我都會 我自己 然後我跟我們教練都說 一定要跪下來幫大家穿鞋 穿鞋這件事情 在國外大家都覺得穿鞋 其實很理所當然的 嗯 尤其是那個年代沒有boa的時候 嗯 其實穿鞋對出學者來說 是一些很累 而且 他們綁不緊 對不對 這些細節我發現就是 帶我當選手 或在國外滑雪的時候 跟我回到亞洲來差很多 嗯 可是我又覺得 那個時候我看到的那個style 裡面 又有一些東西我覺得 是缺少 嗯 比如說 class size 大家大部分的旅行車啊這些 他們都會用比較多的人數上課 我可以完全理解 因為 價錢的關係嘛 嗯 對啊 可是因為你好不容易飛到國外了 然後卻沒有很好的誇樂題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你大部分時間坐在那邊等 嗯 真的因為我剛開始帶的是這樣 我一般可能有八個十個十二個人 那一直在等的時候 我不認為我很會教 嗯 那個時候尤其那個時候真的 不是那麼會教的時候 那 有些教練可能經驗更少 他一個人要帶十個人 那真的很難 就算很有經驗的教練 你帶十個人 都很難每一個人真的照顧到 嗯 那 我在想說有什麼辦法 可以去 make it better 我 就是討論了很久 跟我 跟我的partner 然後討論了 我們就決定想說我們自己出來開一間 用我們經過就是國外這樣子的經驗 嗯 然後跟在亞洲這邊的服務的態度 服務的經驗 嗯 結合起來 加上日比那邊的一些經驗 嗯 然後開創一個新的服務的方式 教學的方式 所以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而且你說滑雪學校嗎 那時候就是我們兩個人 哈哈 我們就是就是兼教學司機 對 然後幫忙Rental 然後還帶學員去超市啊 這些 其實都 所有的business都一樣 就是一開始什麼都要做 對 我先我這裡先說一個事情就是 嗯 我自己的經驗 我有上個配合的課 他基本上是我三個人 那麼多人的課 他是最棒的一個人 他招學部分最棒的一個 包括做demo 包括說他 說的話 語言 然後那些 然後把那個 拆開給你教啊 那些我覺得他做得非常棒 真的 這個要先說一下 我說Steven Steven沒有課速我就很好了 沒有 我們上那個 全地形課程 我也犯錯了 哈哈 我低估了那天的 場地的難度 戴上去以後 大家都飄下來 哈哈 滑不下來 那天 我 OK 你剛剛有說到學校的部分 我要先回到前一節 可以跟你再說一下 就是 你之前你做選手去訓練之後 你往後有再去日本 再做訓練 那個時候你就認識那個人 對 那個是 是誰你自己說 對 很重要的一個人對我來說 他叫做 Yashiro Sato-san 就是 佐田康侯 那我們就講Yashiro Sato-san Yashiro Sato-san 對 在日本大家會認識他叫Yashiro Sato Yashiro Sato呢 他真的是一個 一個 好朋友 他第一個先是一個好朋友 之後呢 成了我的教練 後來呢 他還贊助我 就是我在當選手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付錢 去他那裡訓練 他有一個 在日本的訓練的系統 叫Quest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認識 然後他也贊助我 他聽到說 哇 你要代表台灣比賽 這個太厲害了 贊助 對 真的真的 就是我只跟他 他都還沒有 我可能不能上個月 你也選了 我要代表上一個 別讓他這樣做 我跟你說 你只要敢講 他一定會 現在 現在他連時間都沒有了 真的太忙 真的太忙 就很幸運那個時候 他 他自己本來也是選手 他自己本來也比賽 還比過那個 Koyota Big Air 就是日本90年代 2000年很大的比賽 他自己有一個日本 有史以來賣DVD 最多的Crew 叫First Children 很有名的 他真的是一個神人 但是我第一次認識他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個大哥 快要大叔的大哥 我看十天天的片 他的影片就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 Powder Calf9 都來 而且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為什麼我說 我們先是朋友 因為我們一起跳 那個時候 他的training style 是 比如說我說 欸 YASA 可不可以教我540 他是拿板子穿鞋 直接跟我上去 跳兩下給我看 然後跟我一起 那個時候他37 38歲 還在跳 還在飛 他一直飛 我現在是 所以你還有機會 他一路 他拍影片 他飛 一直飛到39 本來要挑戰40 但是後來真的身體 體力比較不行 對 但是他到39歲 還在Heli 還在跳台 對 他給我很大的inspiration 他就 我就看到他 他就是一個選手 然後 用他的方式 他拍影片 他們的影片都很特別 他們的影片 不像是 只是飛來飛去跳遠跑去 他們的影片 都會秀出那個Lights out 好玩 好笑的地方 他們裡面有一個 很有名的選手 叫Tong Chi Tong Chi Tong San 很有名的 不是他很會做tricks 是他永遠做trickable land 他什麼樣的曲都敢做 你看了很開心 對啊 你看了很開心 然後永遠摔不壞 他的人 真的是橡皮人 還是什麼做的 真的 他會秀出這樣的lifestyle 然後 他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inspiration 就是說 我如果繼續走 也許我有機會 像他這樣 就是用我們的方式 把滑雪 這件這麼酷的事情 讓更多人知道 他的方式是DVD 他的方式是建了一個 訓練中心 對 所以他給了我inspiration 要做學校這件事情 OK 然後 後來你跟他 跟他去做訓練的時候 他一路下來 就怎麼去教你啊 那些 從一開始的style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剛開始 從選手轉成教練 嗯 他那個時候呢 廣告一定也有這個成語 你有沒有聽過 神農藏百草 嗯 神農藏百草 就是 一個人 他是一個醫師 那個大夫嘛 中國第一大夫 然後他要去嘗試 每一個不同的藥 甚至是毒藥 他也要嘗試了以後 他 雅嫂那時候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嗯 他那時候真的是滑雪板的神農藏百草 怎麼說呢 我們一起training 他會忽然 開始一直摔 嗯 啊 原來他在用錯的方式 或者是他看我 嗯 他發現我有地方錯 他去用我那個同樣的錯的方式 跳了以後 失敗了以後 再去用那樣的錯的方式去轉過來 怎麼樣用我的缺點 去把它改成我的優點 嗯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有一段時間大概一年多 嗯 每次我們早上 就是在Quest還沒開之前 就去試 我們就去跳 那時候只有 可能早上只有我啊 Miyabi啊 還有幾個那個 那個滑雪場的工作人員 就我們四五個人 用 就在那邊跳 還用這樣的方式 先去try 就是error 然後再去找correction 嗯 哇我看的真的超級感動 因為當你會用這個招式 嗯 去故意用錯的方式去做的時候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對是很難啊 你本來都一定懂那個東西 但是你要用錯的方式去做的話 就很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教練們 常常會犯錯的意見 包括我 包括我都會提醒我的教練們 你要回到 當初初學者 會犯錯的時候的那個心情 嗯 跟那個身體的體感 嗯 來去代學人 對 有時候你不能贏 就因為太輕鬆的 對你來說做yes turn so easy 嗯 對所以 他給了我一個很大的expiration 那他的teaching style 從這樣子 之後呢 又變成什麼呢 他又開始不上場去testing 因為他發現 當他又要滑又要教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完全focus在 嗯 自己的成長 他還是要照顧到自己 對 他以前可能邊滑可以邊教十個人 嗯 可是 他後來學生太多了 他光是Quisk Academy 就可能一百個小孩了 對啊 他要怎麼有一次來上三十四十五十個人 他要怎麼樣寄到這麼多 所以 他開始就漸漸的 我看他有一段時間就會拿筆記 或者手機 就開始寄 開始寄 把他的一些教學的那個內容 就寄成不同的style 不同的 他叫做block 嗯 就是一些基礎的block 慢慢的疊疊疊疊疊 疊上去 對 那我很幸運的就是 雖然我已經不當選手 但是我一有空 我就會回去上他的課 所以我就開始漸漸的發現到 他那個teaching style的轉變 對 然後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細 而且以前比如說要修一個問題 我們可能要三個步驟 現在可以兩個 可以一個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他也比較認識我了 他已經知道我的問題都會在哪裡 所以他只要點一兩個 然後呢他的國語跟廣東話也越來越厲害 他現在連話都不說的啦 就眼睛就 然後你就做得到 所以他就講腹肌 收起來 然後就 你搞了學校以後 然後選手到你辦學校 除了你覺得那些 你最難的部分 是什麼 最難的部分 其實 剛剛有提到一點就是 你要怎麼以一個選手身份 或者是一個已經滑了比較久的 然後再去調整那個心態 去降到就是說 哇 好每一個階段的學員 都會需要遇到不同的問題 你要怎麼樣去將心比心 這個是一開始就是 我應該不要說最難 就是我最花精神去研究的事情 就是因為那時候 要賞給我的這個 這樣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 但是不需要特地降下來 就真的要學的 重新學的就是Ski 好 因為滑雪學校上也學俗 我們大概一半一半 50%的學員是Ski 50%Snowboard 那我不可以只會Snowboard 所以我滑了12年Snowboard以後 我又重新學了Ski 哇 你覺得呢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隔行如隔山 其實 真的 因為我滑Snowboard比較久 所以我就覺得好Ski 有啦 可能一開始馬上就可以上去滑 可是要再進步 而且要進步到 你可以了解裡面的為什麼 然後再去教人 而且我還要 我還要 我跟我的partner 我們還要訓練教練 這件事情 就是 真的是完完全全從頭學 而且 很認真喔 我讀書都沒那麼認真過 就是 我去把一整本Ski的那個 Manual啊 Snowboard考試都沒那麼認真真的 Ski考試超認真 因為真的 不認真過不了 真的過不了 因為從頭全部學 而且Ski有很多 專業的東西 更深的東西 我覺得是比Snowboard 稍微更 更需要更深的琢磨 所以 那時候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 去研究Ski這一部分 然後 也花了一些時間去練 我現在的Ski還是不夠強 但是 我覺得Ski是一個 給我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 同一個時間 也給了我一個 很好的成就感 很像那時候 剛開始在 在學的時候 喔 然後另外一個 是那時候 Passion回來了 Passion也回來了 所以 然後 我 又開始玩了一點FreeSki 哇 好玩 因為現在Snowboard 可能 做小跳台什麼的 比較輕鬆的 對對對 就是現在 就是Ski 小跳台還是很難 但是 做一個180 或360 還是什麼的Slide 還是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像當年 但是你覺得Ski 你去學Ski的時候 反過來 對你Snowboard的東西 有沒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而且 比如說我們去受了Ski Training 然後 它有一些 教學的部分 我再拿回來 放在Snowboard上面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對 其實有沒有想過 其實從以前 當選手 到 你要去比賽 然後 你要辦學校 你要回來去教人 然後去學Ski 一路下來 讓我長的時間 這個時間好長 是十幾年 對 然後 然後 中間 肯定會有一些 你覺得很艱難的時候 然後 你要堅持 去做這件事情 到現在 如果說我問你 你對 當初喜歡滑雪 那個初心 你有什麼改變 就是 我覺得 會留下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代表你 對滑雪這件事情 還是很堅持 因為其實 在Industry裡面做久了 不管是做滑雪學校也好 還是做器材啊 什麼的 都知道 其實 它是一個很艱難的Industry 因為 很有季節性 對 那 我的身分從愛好者 變成可能 儲備選手 再變選手 再變指導員 再變 教練 再變滑雪學校的 創辦人 什麼的 這些身分的轉變 其實 有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變的 就是初衷 我還是很喜歡滑雪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今天 真的完完全全 我因為做這些事情 讓我不要滑雪 就滑不了雪 那我就不會做 真的不會做 就是說 雖然現在很辛苦 就是 我常常在學場上 但是我們現在 其實我現在最多的工作 就是司機 公司機具 真的真的 就是冬天的時候 其實在學院上課 下課 然後去幫他做Rental 那些的 然後教練再上課 我上場看啊 什麼的 但是至少我還在滑雪場上 那我從 就是 就是 課程A到課程B的路上 我還是滑雪過去了 你知道嗎 還是一件讓我 就是打從心裡 改造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 每一年呢 總是會有那幾天 不用多 就那幾天就夠了 就是 maybe sunny maybe not 可能就是powder 可能我自己 可能跟朋友 但是就有那個moment 就讓你覺得 哇 我在做這件事情 是好幸福的 對啊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不便的 注重 我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 可能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看 看你了 我覺得可能滑雪 已經是 你生活的一部分 基本上你每一天 睡醒的時候 你想的心 就是 真的 這個 慢慢移從一個 可能是 愛好 到現在是個 Lifestyle 是 是啊 就是你看 我也相當 提到的 我以前也不是滑雪 也是上班 做貿易 然後 後來放棄了這個 原本在智利的生活 而且 我以前其實 要不是因為滑雪 很好笑 我因為滑雪 愛上Chile 然後留在智利 我也因為滑雪 決定離開智利 對 所以 就是你會 我現在也不知道 現在因為滑雪的關係 我現在可能 一年有超過一半的時間 生活在日本 那 以後會帶我走到哪裡 我不知道 可是 我認為 你只要 堅持 然後你堅持住 我覺得 現在有很多的人 對做滑雪教練這件事情的興趣 對 我只是拿來當成一個 例子 很棒 因為 你如果願意去投入 然後去把這個興趣 變成你的職業 只要你能堅持得住 找的 各種不同的方式 就像當選手 有很多當選手的艱難當 指導人當教練 也有很多當教練 需要去克服的困難 但是你如果能堅持得住 找出這個對的方式 的話 它是可以成為一個 真的是一個事業 一個Career 然後讓你一直 至少走個十幾二十年下去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好啊 如果有興趣做教練 也要聽 這個一定要聽 對 要進球 那好啦 你除了滑水以外 有沒有什麼喜歡的運動 最喜歡的運動 嗯 早一點就是 為什麼那時候是選Snowboard 就是我大概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也是滑 Skateboard 沒有滑得很好 真的很差 現在Over以後 所以但是 真的很喜歡我 到現在還是就是 可能 沒有那麼多Tricks 但是我到哪裡 常常會帶著Skateboard 到哪裡 就是 在台北市區 蠻危險的地方 大家還是要有一定的程度 才建議你 但是 對就是都會喜歡Push Kick Push 然後 嗯 再後來可能 我有一段時間玩那個 Speed Skating 那就是 那個我也很喜歡 但是現在可能是跑步 就是我覺得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像 但是有一點類似 就是 比如說你如果滑的 一定的程度 你喜歡聽個音樂 滑在Trade Round裡面 那個感覺 嗯 跟你戴個耳機在河邊 跑步 那種Freedom 那種感覺 很像 對我來說 這個問題是你 你覺得最有趣的問題 我覺得 我最不知道我怎麼做 你有這麼英俊 有這麼優才 有沒有想過做微星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很幸運的是滑到現在 我臉撞過很多次 其實 但是還不錯 我 我有真的毀容過 就是我在大陸一次 然後再 在美國一次 那時候都很擔心 完了 臉都要疤了 不管了 但是繼續玩 很幸運的臉還在 然後 其實 以前很小的時候 我很喜歡唱歌跳舞 然後那個時候都想說 哇 有時候回來台灣去參加 這個可能一般人不會知道 佩妤的小事情就是 他很喜歡跳舞 你會跳不錯的 真的 現在老的也跳不太重 今天跳了一下 那個就又喘 好喘 天啊 對啊 以前喜歡跳舞 然後就是 你也跟我說的一個小故事 就是你那個秀的男生 就是 那個就是因為你覺得 你很喜歡秀 就是那個是你比較願意去秀的 一個狀態 可能真的 從小 很小的時候 在樂隊還是什麼 我們都去參加一些表演啊 什麼的 所以我從小就不太介意 可能在人面前這樣 要愛秀 愛店 但是 但是他們不行 哈哈哈 安靜的 然後鏡頭可以 之後可以帶到安靜的一群 哈哈哈 沒有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尤其是 我很幸運的 上天了給了我一些 愛講話 然後給了我一些滑雪 然後 然後願意分享的 能力跟特質 我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藏起來 對 我很願意希望 經過這個秀 能去秀給更多的人 也希望能 inspire到更多的人 對 當明星 太累了 我因為滑雪的關係 有很 就機會跟很多藝人接觸 很累 我真的覺得 你以為滑雪教練累嗎 看看明星的生活吧 我覺得太累了 哈哈哈 但是 有機會跟他們交流到 嗯 我相信 可能你們也都有這樣的朋友 就是 就會發現其實大家都是人 然後 都因為滑雪 愛好而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很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你說 當明星 像 像你知道美國 有幾個影星 像 Justin Timberland 還有什麼 George Farnett 他們都不會滑雪 嗯 但是他們就連 你要當明星要去滑雪的時候 他都必須要全部包起來 聽說他都去美國 Mammoth 還是什麼地方滑雪的時候 都要包得緊緊的 讓他們的 一被認出來 又方便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 還是 這麼滑雪的 滑雪的藝人 做滑雪的藝人 如果說我在白馬看到佩妮湯 我會追他 我肯定去追他 追我幹嘛 等我 對 叔叔幫我刮剌 哈哈哈哈 OK 嗯 有沒有想過 你以前是選手啊 有沒有想過 在台灣 還是 哪一個地方 去培育一些 比較 新一代的 上去 非常希望 而且 其實是有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 從我在選手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注意 就是說有沒有其他的 也是來自於 熱帶地區 或者是沒有雪的地方 我那時候一起訓練的人 就是巴西 然後 Chila有雪不算 巴西啊 菲律賓啊 墨西哥啊 這些的選手一起訓練 那我們都有在找 那 這幾年都很 運氣不好都沒有找到適合了 可是 這一年多前 一個選手 他特地跟我聯絡 他是 HOP Taiwanese HOP HOP American 然後 我之前也有接觸到 一個香港的妹妹 她媽媽寫信訊 對 他就問我一些 他是Alpine 他是競速的 所以是不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都很mixed 也是mixed 然後 他就跟我講 是Kory Kory Kory 對 那我就會去分享一些 我的比賽的經驗啊 然後 要去哪裡找比賽啊 要怎麼樣去參加積分賽 要怎麼樣register啊 因為 我很了解就是 我們這麼小的 國家 這麼小的association 你要是 你要自己是選手 你也是教練 你也是manager 我們出去比賽 自己要報名 自己要安排住 自己要辦事交通什麼 全部到自己來 所以我很 我很幸運的 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很願意去分享 那 我會覺得我的角色 more than just 的教練 因為 我也不是一個 就比如說要交到那個 work class level 我覺得我還沒有到 我覺得我還沒有辦法 教人家 我自己double call的做不好 對不對 我要怎麼教人家 我能教到一定的level 但是再上level 我知道有更厲害的教練 比如說satoさん 比如說某一些人 我知道 我會把他介紹給他們認識 讓他們去跟著他們 training最好的教練 我能幫助到的是什麼 想辦法幫你找sponsorship 去請協會幫你報名啊 然後去哪裡比賽啊 去哪裡比較好拿分啊 那這些事情 有點像是manager的角色 那 現在有一個 這個台灣的選手 叫terra 他就是 我在幫他找這樣的 旁邊的題 不過他剛開始 可是他很有希望 因為他曾經已經是 美國的top 10 排名的選手 那 如果香港 有這樣子的選手的話 freestyle的話 請跟我聯絡 我也很願意 就不一定要是台灣啊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的身分也是 我覺得我都是 我也算是在香港 嗯 我小時候 英人在去跟香港說話 所以誰說去說話 嗯 所以 那個時候我在香港的時候 也有 我們都有注意過說 有沒有新的generation 可以一起出來 嗯 對 再挑戰 未來 是 會不會再 在比賽 一定要的啊 我覺得 還有想要挑戰 但是 現在因為 我自己也去設計板子 而且我設計的板子 其實 比較偏 日本的選項 嗯 我以前是比較偏 freestyle的選手 所以我可能都用twin tip的板子 現在都用一些 directional的板子 那 我想要 就是 不只是test我自己的ability 也是test我設計出來的 產品的ability 嗯 拿這樣的產品 去比賽 freeride的比賽 哦 我可能對freeride 有一些憧憬 還是想要繼續講講 哦 這是一個natural的progression 嗯 就是你 還不會滑的時候 就想要滑得更好 會滑了以後就會想跳 想跳以後就會想要在powder裡面跳 嗯 然後等到你跳啊 跳啊跳啊 都差不多到這個年紀了 你就會想要走powder 走big mountain hali ski 這個 這個就是一般 可能國外的一個文化 是一個文化 也是一個 你會再越來越了解這種感覺 就是 你對雪場 場地 越來越認識 你就會想要更挑戰 更高 對不同的terrain 對不同的terrain 不同的 政治不同的 欸我如果今天不在雪場滑雪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用 splitboard pilot slate 這樣各種不同的方式 這是natural的 就是你會想要更新 更往上 嗯 更大自然 對 更大自然 有沒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對你影響很大很大 嗯 滑雪上面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 這樣提過的就是 作品 NASA 但是如果你說 就是在live上面 或者是 來做這件事情 一直inspire我 或一直支持我的 就是 其實 有點也是很typical 就是 我媽媽 哈哈哈 媽媽 沒有就是 因為其實我跟 我媽媽 關係比較特殊 嗯 我都叫她師父 因為她 我在12歲的時候 她就出家 就就是 比丘尼 她就是師父 所以說 她其實跟我的關係 從那個時候以後 反而比較像朋友 嗯 而不是媽媽對小孩 嗯 那從以前那個時候 她就一直很支持我 會去 做我興趣的東西 我小時候的 speed skating 啊 skateboard啊 這些啦 她就說 OK啊 你願意的話 就是你去弄啊 然後她不會像 可能很多的Asian mom 就會覺得 受傷不好 怎麼樣 她都會覺得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路 那那個時候 我去決定去 當滑雪選手的時候 她一開始也是覺得 有點危險 她嘴巴不說 她就說 我後來才知道 她其實很安靜 對 但是她就說 好那沒關係那你去做 那我 我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看有沒有人願意幫助 嗯 所以我一開始的sponsor 她其實幫我找了很多 就是有興趣 願意幫我sponsor的公司也好 然後個人團體也好 所以她 我的一開始最大的sponsor 其實是我的夢 對真的 下一次 你的sticker 那個板子的sticker上面那個 My mom 對那 一直到現在也是 就是 我後來才知道 我以前拍片啊 還是去 我都有傳那些link給她 她都不敢看 她其實不敢看 但是 雖然心裡擔心 但是 她還是願意放下 然後 讓我們去嘗試 我覺得這是一個 如果我有小孩 或者是我的 一些我care的人 那 我都會用這樣子的 方式 希望 我也能將心比心 用她那時候對我的方式來這樣子 那 現在做化學學校啊 什麼的 她身為師父 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的career 但是她還是會關心我們 那學校怎麼樣啊 什麼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一個很大的inspiration 還是家人 這個 這個也挺特別的 真的 嗯 好啦 這個 有沒有 你喜歡的外套 哪一個style 你最喜歡的 嗯 一樣 太多太多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出 就是說 一個 整個人的lifestyle 跟他的滑行style 他這個人 有兩個人 我特別想要提 嗯 一個是 Nicolas Müller 嗯 Nicolas Müller 是我這個generation 開始滑的時候 就已經很有名的rider 他就是經過選手 嗯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跳台的選手 那時候會贏他 他 他 第一個做一個叫做 chicken chicken wing 720 單腳 core 720 在big air 很厲害的一個選手 到 後來直滑powder 嗯 然後他把那個style 就是放在powder裡面 他是一個很natural 就是 他在滑雪 你就感覺他像水流一樣的 跟著那個terrain 嗯 一起滑 而且他的lifestyle就是 他 他現在已經快 maybe已經三七八歲 就是 maybe 就是跟你們差不多 以選手來講 對很多 然後 常常出來 而且他的lifestyle 他對滑雪的看法 他整個人的 心情 嗯 就是 你不講 你絕對 以為他可能只有二十幾歲 嗯 對啊 然後他對滑雪的這個 這個 這件事情 然後他對sponsorship 他對這些看法 是一個非常 我認為很正確 嗯 他不會因為 他曾經也是Nike贊助啊 拿很多錢什麼 但他不會因為這樣迷失自己 嗯 他就覺得 他就是wanna keep going 他的style 嗯 他認為滑雪隊的方式 嗯 不會太被這個商業拉走 嗯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 Gigi Roof Gigi Gigi Gigi呢 都知道我們都知道 Gigi呢 他跟Nicolas Miller 其實有一點點像 他們兩個的lifestyle 他們兩個的方式 只是滑行的style 是不太一樣的 嗯 而且有一點personal experience 因為我跟Gigi Roof 其實算是認識 嗯 就是 at least Facebook friends 哈哈 然後在Chile 見過三個season 連續三個season 我們有一起滑 而且那個時候 我在Chile 我 我常常開車 載著朋友 他沒有上下山 嗯 他會跟我們一起上山 他是很簡單的一個 他已經是 work class level的 的rider 他不會到Chile以後 就跟Burton 那時候他是Burton 站住 就說Burton載我上山 沒有 他就跟我們幾個認識的人 約好 然後就說 那我明天坐你便車上去 然後他都會坐哪裡 你知道嗎 他都會坐最後面 我那時候開一台 就是七人坐 後面是很小很小的 就是 人要這樣子側著坐 他每一次 就第一個 先把板子放上面以後 但就先跳後面 然後就坐在後面 然後每一次 我們都很respect他 我們就說 一一坐前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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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ine I'm fine here 每一次喔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每一天 太酷了 而且 我認識他的第一 第二年 他受傷 他腳受傷 然後他那一年就是 我就覺得他今年怎麼 覺得怪怪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他是姑姑 然後那一天 我一整天跟他滑 他都是平常的人在滑 因為他 他是後腳受傷 後腳受傷 在後腳受傷 在晃到前面去 然後就發現 他跟我們滑一整天 而且一整天是滑的 都是 steep powder run 然後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發現 他整天滑擠 然後 太多story 太狂了 然後 他 他有一次 我們在那個 on top of a powder run 然後 我們有一個人發現 他的binding strap斷了 你在幹嗎 他也沒講什麼 他就說 Oh, I can help you 他把他自己的皮帶拿下來 跪在地板上 Gee Gee Move 跪在地板上 幫我的朋友 用他的皮帶 綁起來 然後 扣起來 就說 然後 我們全部人在旁邊看 我那個朋友在那邊 都好緊張 快哭出來了 快哭出來了 那個moment 我就覺得 就是 你再怎麼會滑 為什麼 這個人會成為 這麼多人的偶像 That's why 不是因為 他在 哪一個影片裡面 多厲害 可是 當你那個 有那一個moment 發生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在那一天 我們七八個人一起滑 全部的人應該 就對這個人 就崇拜一輩子了 對啊 然後他每一次 我們滑得多爛 還怎麼樣 他都會覺得 他都會一直跟我們講 Oh, I'm sick Oh, Perry, I'm sick 因為我跌倒了 但我 sick 我覺得 That 那一種inspiration 給我 就是 I want to be like that I should 我就會提醒我自己 對啊 就是 I want to be like that 那個才是真正的 passion 對 這個才是 酷的事情 不是 做人應該就是做人這樣 就是做人這樣 對啊 好啦 這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是 滑水 又不容易 認識女朋友 這個呢 考慮 考慮 是這樣的 OK 有兩個answer 好 接下來 都會給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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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啦 在雪地這個漂亮的地方 然後你牽著他 拉他下來 滑 通常就是 有一點曖昧的時候 這是 true story 有一點曖昧的時候 帶他去啊 滑啊 幫他那個的啊 但是 如果 你本來就有女朋友 或者是 已經開始交往 然後已經比較熟了 不是那個在追的時候 嗯 千萬小心 帶去學長 不要自己交 絕對把你從本來有女朋友 交到變單身 哈哈哈哈 true story 哈哈哈 personal excuse 不好意思 哈哈哈 ok ok 等於 當生的學友 對 你要要 就是 追求那個 男朋友還是女朋友啦 就是有什麼意見 我自己的 personal experience是這樣 我很喜歡 我的另外一半 也會滑雪 跟我一起滑 但他 這件事情是 強求不了 對 我覺得這個要溝通 就是 第一個是 雖然問題是單身 但我先說就是 有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會滑雪 恭喜你 他也喜歡滑雪 恭喜你 對 他如果不會滑雪 你帶他來 然後我剛剛說的 不要自己教他 請教練或請朋友 怎麼樣都可以 不要自己教他 真的 真的 然後 然後 是兩次 也許他會很喜歡 That's very cool 可是如果他 一兩次以後 他真的就是 他就不是這一 不要逼他 但是你們要 我覺得可以溝通 就說好 那一年我可不可以去滑個 一兩次啊 比如說我這邊的朋友 就說 一年 一年他滑兩次 有一次我會陪你 就不滑雪 這樣子的 大概這樣 所以要去找那個Balance 不能太自私 不能每一次都自己去 對 那如果可以一起去當然最好 但是那如果我認為 我覺得單身 真的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希望你未來的另外一半 也是跟你share一個這個passion 那其實在滑雪圈裡面 現在有太多方式了 Social Media 約滑啦 對不對 Actually 我有朋友做App 專門在幫滑雪圈 他有點像是滑雪圈的那個 Tinder 對對對 他也叫Ghost Key 真的 在國外的英文的 Ghost Snow Ghost Snow 可以常常看 滑雪看 但我不知道香港 台灣有沒有人用 可能他國外現在蠻多人用 然後中國那個Ghost Key 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就是Facebook也好啊 還是什麼的 就是去約一些滑雪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覺得 比去夜店 拷圍啊 什麼的好多 你至少會找到就是 興趣相同 對啊 有一個興趣類似 對 還有一件事 千萬不要怕女生滑得比你好 哇 你如果有辦法找到一個女生滑得比你好的 Dude That's your luck 你也太好了嗎 對啊太好 太好吧 我去Pub的時候我們去看她 對啊 她看我都好 對啊 她教過我都好 所以千萬也大家 如果你剛開始接觸滑雪 然後你發現到有一個女生已經滑得很厲害 然後你很想追她 也不要 不要 就把那個當成自己的那個 power 就說我要進步 對啊 為了要摳那個女 那就算沒成功 你至少滑雪也進步了 哈哈哈哈 但是真的 我會覺得如果你還單身 然後你希望找一個 有共同興趣 在這些滑雪圈子裡面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而且真的 相信我 我以前在Niseko當教練的時候 我發現了 好多 單身 而且 好多會自己來滑 好多 我覺得很奇怪 好多 我聽說也有很多啊 就是自己來滑 或者是一群女生 在一群女生 約來自己滑 對啊 台灣空姐反應很多 對啊 但是我還沒有遇到啊 哈哈 下次我們有報名的時候 我還沒遇到 哈哈 遇到你要跟我說 哈哈 OK 那 你去了那麼多地方 就是滑雪 嗯 有哪個地方你是最喜歡的 啊 那個是好難的問題啊 這個 這個太難了 這個好難的問題 我如果跟你講Satron 你相信嗎 S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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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沒有 我覺得 其實 一方面來說是真的 因為Satron 就這麼近你的地方 它會maintain你的passion 嗯 就像有人說 最好的相機是什麼 就你瞬間可以拿出來的那個相機 可以拍的才是好相機 對啊 所以就是你能滑到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但是每一個人喜歡的地方不同 那如果要我選 因為可能我有一些 就是 這是一個 Nostalgia 就是有點思想情懷 其實 Chile的雪場 它不是最大的 雪況也不是 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超級好 有時候比日本還好 但是 有時候也不一定那麼好 尤其現在的全全打滑 但是因為我是在那邊學滑雪 然後我認識每一個 corner 所以我很懷念那裡 我會覺得那裡最好 嗯 可是如果要我 真的用一個客觀的方式 去 去看滑雪這件事情 它的CP 台灣叫CP值 就是 就是你有cost 跟那個 whatever 你cost跟你可以得到的東西 那我還是覺得 日本 日本 而且日本基本上 日本有326間 去年還有326間學廠 然後裡面大間那個50間 就是中大型的 算日本中大型的時間 有太多好玩的地方 我都還沒去過 對 目前為止我會認為這樣 那 但是Style不同 因為你去歐洲的時候 遇到的那種雪場是 哇 好大 真的好大 就是你一整天 可以不用repeat一個雪場 那如果這個是你的Style 那你可以選擇去歐洲看看 那美國呢 剛好in between 美國有些地方呢 但雪場不是超級大 但是也比日本大很多 然後 live啊 那個設施啊都很新 嗯 然後雪礦 其實美國也遇到很好的雪礦 也是非常好的 嗯 對那 就看你的Style 對啊 那我自己 以我的 我的喜好來講 我覺得日本很難 很難beat 對 很難beat日本的這個 對那個CP值太好了 CP值太好了 而且 吃飯也習慣 對 說實話 旅行來講 那整個體驗都很好 對 將來 最大 一定要做到的目標 一定要做到的目標 嗯 是 因為真的目標真的太大 嗯 結果 說 我希望 可以 交到 一億人 你知道嗎 沒有 就是 希望我們現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可以 感召到更多的人 來做滑雪這些事情 不管是來接觸滑雪 或者是來投入滑雪產業 那 我 對我自己的 就是我希望好 我有一些經驗 我可以去分享 給更多的人 但是不管是什麼方式 所以 你說目標 一個目標沒有 就是一個方向 嗯 就是說 讓更多 對讓更多人 然後 像 跟更多也對滑雪有興趣 然後 對滑雪有熱情 像你們 像高刀 像更多的合作的夥伴 一起來把滑雪這件事情 做得更好 嗯 但是呢 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能讓大家更正確的去認識滑雪這件事情 因為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去來接觸 那 你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 你接觸的方式 正不正確 安不安全 對你之後 能不能真的愛上這件事情 我覺得 有很大的影響 那 我就是希望正確的方式 嗯 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 來 讓更多的人認識滑雪 是 這就是一個 很廣 很難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 我最大的 嗯 很好的 然後 然後 我們在這裡 希望 你將來的路上 就是 我們也會一起 可以 把這個事情做好 對 一起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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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 謝謝 祝 you guys, peace